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有因缘 没有好的事情做 他怎么办呢 他的身体又很强壮 打铁 打铁 当铁匠 打铁匠 打铁匠 能够 能够安平乐道的这样子 但是有一天 有一个年轻的人到他这儿来 他就给他讲 他说先生 我想求你一件事 于此经主说 我二十两银子 我十两我自己也没有 我哪有借给你 他说 我不要你现金啊 你就写个条子就可以 就给我就可以了 写个条子 你给我 就说借给我把这个钱 我的名字叫什么 你写上就可以了 于此经主笑一笑好吧 拿笔的就给写个的了 就借给某某人 就给这个人二十两银子给他 这个年轻人拿走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 有一个道教的 得了点小通 他就要告诉这个年轻人 他说那个人将来会 他命中是大富大贵的 但他现在没有钱 你要他写个条子给你 我就能把他的钱 把他就转给你 那这个年轻人拿了这个条子以后 回去了 回去了就不提了 他做生意了 他讲遇迟敬德 遇迟敬德呀 后来呀 这个隋朝垮掉了 变成唐朝了 唐太宗那个时候还没当皇帝 他是当秦王 他不是太子啊 他李渊的太子是建成 他那时候当秦王 封王了 但是他领兵作战 替他爸爸打天下呀 那个功高 功高震主啊 可以说呀 这个太子啊 一看这样子 我这个太子将来可能保不住了 我这个二弟呀 真是厉害 你看他 所向无敌呀 把这个天下都快打平了 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秦王要出去 所以这个政治场中啊 没有亲情 没有道义的呀 要出去怎么办呢 他手下第一人战将 就是遇迟敬德 一定要把他收过来 把他收过来以后啊 那么秦王就好办了 手怎么办呢 平时根本没有接触啊 赶上过年的时候啊 这个太子弄了车子装啊 好多车子 金子 银子 财宝 装给他 就是送给御赤敬德 很多呀 御赤敬德有一天呢 收到这个 他大吃一惊啊 他说我这个怎么可以无功受禄呢 他说这里一定一定 这个我不行 我这个福报不够 他马上写了封信给太子 他说殿下 我对你没有丝毫的贡献 我怎么敢接受你这么多的赏识啊 他说我本来是一个穷的一个匹夫啊 没有饭吃了 当初就是秦王能够看重我 他让我来在他的部下来效命 他说我呀 对殿下一点也没有贡献 你这些东西给我 他说我实在是不敢接受 我不敢接受啊 所以原封必还 他说假如殿下 我是一个谈财不义的人 你让我这种人有什么用 退回去了 退回去李建成一看呢 太子一看 他这话说的也很至情至理啊 那话说 后来呀 太子跟秦王冲突了 太子后来死掉了 死掉了后来呀 唐太宗还是继续打天下呀 打天下 那么天下整个打平了以后啊 最后秦王变成太子了 继成王位 继成王位以后啊 他手下的功臣 第一个 欲持敬德 他想想给他什么东西呢 他就问他想给他 你缺什么东西 我都可以给你 欲持敬德说 他说陛下啊 我这么久跟你老人家啊 出生如此啥也不缺了 他现在就是我们应该 葬着陛下的红府安享天年的时候 后来唐太宗想一想 总感觉对这个功臣呢 没办法打抱他这个功 后来有一天呢 就找他 单独跟着贪 他说你这一生为我啊 出生入死啊 遍体拎伤啊 现在我们总算天下太平了 大家也同心协力地 把天下打平了 我要不给你点东西啊 我心里实在是不安 我给你金银财宝 你不要 这样吧 他说 我把我那个女儿给你 嫁给你 让她照顾你的晚年 又迟静的 一天马上跪下了 陛下不可以啊 他说我当初那个黄脸婆呀 跟我俩辛辛苦苦这几十年呢 至少离夺呀 现在这样的 陛下的红府 现在安享的天年呢 我不敢接受 陛下这个圣志 不敢接受 躺在宗一看也没办法 他也不要 给他女儿他也不要 也算了 后来呀 这个玉尺敬德的子孙呢 在印光大师呢 说八百多年呢 还是很行胜的 他就是他的祖先得后 你看复归 这个我们可以想出来 那个太子第一次 那就是拿金钱去售买他 售买不成 第二次打拼了天线以后 皇帝亲自分给他 他不要了 够了 没有贪心 不贪啊 所以人第一个要不贪你才能不颠倒啊 第三个 皇上表示 但是没有办法报答 就是我把女儿嫁给你 嫁给你啊 让他照顾你的晚年 不要 糟糠之气 不下堂 你看这个是有德性啊 真是有德性啊 有德性就有福 所以后来他那个子孙呢 世世代代也都很好 所以我们这个要能够平时啊 就注意到不要贪 你不贪 这个什么东西都动摇不了你 金银财宝美女什么当前 你都如如不动 那就好了 就不会颠倒了 一贪准颠倒 就是不要贪 平时养生者不贪 孟子讲啊 一个人要做大丈夫 第一个 富贵不淫 第二个 贫贱不移 第三个 唯伍不屈 那这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呢 贫贱不移 唯伍不屈 要从那个富贵不淫能够过来 那才行 那个富贵不淫呢 那个富贵是软贼啊 那个威武啊 那个贫贱啊 那个贫贱啊 那还是硬贼啊 那个硬贼啊 你比较好处理 那个软贼不好处理 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啊 首先要把那贪断掉 把那贪根从心里拔出去 不贪 少于无为神心自在 你看那个 那个世尊灭都以后啊 大家舍尊者 他是继承世尊的衣钵的人啊 是出独啊 他就是不贪 修偷妥行 修苦恨 日总一时常做不握 什么也不想 少分少医 什么也不要 什么东西对他都没有优合力 所以我们平时啊 假如能够把这个心啊 不贪 任何东西对我没有优合力 你就不贪了 这个贪来在什么地方呢 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奢侈来的 你生活一奢侈啊 总需要弄多一点好一点 多一点好一点 好了 那么东西不够啊 就要贪了 所以古人讲啊 奢生贪 贪乃大烂缘 你一奢侈啊 你就生起贪心 贪心一起来是天下大烂的根源 不贪啊 那一个人要有为有守 有作为 有能够有操守 不贪 尤其我们出家人更不要贪 我们学佛的更不要贪 一样不贪 一样都不贪 也不贪明 也不贪 财色明实 所以通常不贪 现在首先呢 从这个实 所以这两个开始做起 学佛的 先不贪吃 第二个不贪碎 你能够做到这样的 慢慢慢慢的 就把自己那个毛病 就容易克制住 因为这个众生的 贪嗔痴的烦恼是平等的 他是平等的 佛性是平等的 烦恼也是平等的 因此你从那个 先从小地方下手 先从小地方下手啊 所以这个老子讲啊 图难于一 唯大于细 你做难事情啊 你从这个荣誉的地方下手 唯大于细 做大事情 从小地方下手 我们要设法啊 要把自己那个贪腐住啊 你找到你自己的那个 最重的习气是什么 你想一想 生活上 心理上的 最重的那个 先对质那个心理上最重的 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烦恼的头头 你把那个那个头头啊 对质住 要它扶住 那些个随烦恼通通不起来的 所以天天要 要检讨那个表啊 给大家就是 你每天要 要对着那个表来检讨 我今天呢 没有起贪心 没有生气 就这样天天检讨 检讨了以后啊 就知道自己 在修行的路上 是怎么走的这个路了 有一本书啊 是最好 印光大师啊 他老人家印了几百万册啊 《了凡四勋》 这次我也印 有的信徒印了 我也记得这里呢 还没打开 没打开包 跟大家有缘 我跟大家结个缘 他那里头有 《善过阁》 《善过阁》啊 《善过阁》啊 不是照元朗凡那个《功过阁》的 是照了那个 《延迟大师》的那个《自制录》 他那里边有《善过》 《善过》 《善过阁》啊 那么 我这个前年 在这个 埔里啊 在那个 莲姻寺的 他们的一个女众的道场里头 有个大专女学生的灾界协会 让我去给她讲 《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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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路aval 回去以后啊 你们 假如有兴趣 你照着做offに试试看 这个试试看 先做一个月 先做一个月啊 袁 amplance先生啊 他给那孔先生 给他算命 吃多少米都有一定的呀 都不多不少啊 考第几名 都有一点 一定 考第几名 没有公民 没有富贵 没有儿子 寿门也不长 结果袁展凡先生通通改过来 整个改变 他开始遇见云古禅师以后 开始改了 改了以后 本来那一年 孔先生算他是第三的 考试应该第三 改变了 他没有实行这功误格以前 袁展凡先生还是个规规矩矩老实人 他有一年 他应该 他的做文章 老实一看 他的文章很好 就报他生 有领生生共生 生共生 孔先生算的 领生出共生 应该吃九十一弹 五斗米 才能够生共生 结果这个时候 正好是吃七十一弹 他讲其他的都对 怎么这个不对了呢 他自己也在那打问号 那么县里把这公式报上去了 报到省里 省里边呢 那个都学 都学就像我们现在教育厅长一样的 省里的都学 提学不是都学 提学 那看他这个文 这个文章不行 不同意 退回去 不同意 不同意 后来啊 没有好久 又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提学掉了 掉纸了 掉纸新的来一个 姓徒的 徒宗师 徒宗师 行官到任总 要看这个老案嘛 翻一翻 看看了解过去的状况啊 然后 未来哪些事情应该办呢 他一看 哎 袁老凡 这文章很好嘛 怎么没有准人家 没有准人家 生共生呢 好了 马上 告诉他的部下 马上发布命令准 好了 省里边主动发布命令准 袁老凡 现在收到这个生肖日齐那一天 吃的米 正好九十一旦五斗 所以 那么他想 这一切都有一定的了 他根本就也不用脑筋了 他喜欢静坐 没有时间就去 他就静坐 根本就不看书了 考第几名都一定的吧 那他还看什么书呢 他赶紧不看了 后来他遇见云古禅师 是云古禅师修禅宗里打坐的 云古禅师是他老乡 在七峡山里面 看了云古禅师 云古禅师没有讲话 一个仆团给他 那个椅子里坐那 这个云古禅师给他个仆团 他就坐下来 坐在那个地方 他一坐 云古禅师没起来 他也没起来 三天三夜 云古禅师起来以后 我就说 哎 年轻人 你很了不起呢 一般人呢 都是亡念相馋呢 东想西想呢 你这是三天三夜 做什么没动 你这功夫很深呢 原来反显说 师父 我没有功夫 他说我呀 一切都有一定的呢 都给人算定了 吃的米都有一定的 因此我也不懂想西想的呢 这云古禅师一听啊 原来我以为你是个豪杰 你现在真是个失足的凡夫 原来反显一听啊 这个话怎么解释呢 云古禅师讲 他说你说这命啊 吃的米烤的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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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 说到这里,我们讲,你假如要去算命看相, 那个算命的看相,他要问你,你吃素了没有? 说吃素了,吃素不要算了,不准了。 所以我们大家要吃素,你吃素第一步,命运就改了。 后来这个袁廖凡贤人在云古禅师这儿, 云古禅师就开导他,他说,这个善恶是在你一心,是在你自己心里。 他就问这个孔先生怎么给他算的,他就给他讲,讲,讲。 讲完了以后,云古禅师讲,他说,你自己反省一些人, 你应不应该有儿子,你应不应该有功名, 你应不应该长寿,你自己想一想看。 原来凡贤人这回啊,触动他反省了。 想了半天,他说,我不应该。 他举了很多力的,世间的关系啊, 将来这本书留给你们看,这个书很好啊。 完了云古禅师说,对了啊。 问题就是你的性格当中有这些毛病,性格是什么? 过来的习气,前生的习气带过来的。 他说,你把这些改过来,命就改了嘛。 造天者命啊,造命者天,立命者我。 他说,你自己命自己可以改变啊。 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啊。 原来凡贤先生接受他这个观念以后,他在那开始发心啊。 行三千善事,行善。 另外,云古禅师刚好他念准提咒。 刚好他念准提咒啊,念到念头不动就灵了。 为什么云古禅师要他念准提咒,怎么要他念阿弥陀佛呢? 因为云古禅师修禅的,禅宗都是修准提咒的。 他是那个准提咒啊,准备万一他这个禅宗生死不了的时候, 他要念这个准提咒往生善道。 这个是因缘的。 假如原了凡贤先生他遇见廉痴大事,那很好了。 一定要他念阿弥陀佛了。 但是他遇见了这个云古禅师就要他念准提咒。 但是道理一样的,他来给他讲。 你念到念头不动,灵愿意。 赤准提咒啊,他讲,你赤总不赤,你不赤总赤, 到的念头不动,再灵愿意。 念头不动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知道了,我们这几天,一心不烂啊。 一心不烂就灵了,念佛也是这样子。 这个廉痴大师在弥陀书朝里也提到,有人问, 那我们念佛跟准提咒,准提咒的功德也很殊胜啊。 那哪一个比较好呢? 廉痴大师说,念佛,佛果的功德,果的的功德。 准提咒,准提菩萨是因位的菩萨。 你自己去选择嘛。 所以我们念佛了以后,要念到,念头不动, 那个非常重要,那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念头不动。 另外这个云古禅师告诉他,他说,你不会画符,为鬼神笑。 不会画符啊,鬼神会笑你。 他说,这里只有秘诀,拿起笔以后啊,不动念头,从这下一笔。 然后呢,没有思虑,念头没有起来,一笔写成了以后,这个符就灵了。 那就是一行不烂。 当一行不烂的时候,就是与佛相应,与法界相应的时候。 所以啊,我们这本书啊,是很好的,跟大家有缘。 将来送给大家每个人一本。 假如你说我家里有了,有了也是可以啊,你不要。 但是这个书里,后面有那个空白的上过歌。 一年,一年的半月一张,半月一张的。 我做了,设计了这个,这个一年的,印到这个后边。 我们自己啊,你必须要改正自己。 我们一切的,目前所享受的,全是自己过去造的。 那未来呢?未来就是现在做的。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 因此,你要想未来好嘛,你就从现在开始起。 断恶,修善,念阿弥陀佛。 未来,有福有慧,到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我们接去往上极乐世界称佛。 这个,这个道理很简单啊。 但是你要去做,不做不行的。 要去做呀。 有的人现在就是怕做。 不肯实践啊,不行啊。 任何的法,你不实践,你都得不到利益。 那叫什么呢? 叫说食俗饱。 你肚子饿了。 我简直说,我要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 你不真正吃,你越说越饿。 你要吃了才能不饿。 俗饱。 你家里穷,你说我希望家里有, 我家里有多少财富,多少房子,多少黄金,多少什么东西。 你这样子说,你自己不去赚,没有用。 没有用的呀。 所以要我们脚踏实地的去做呀。 我们要,也要告诉下一代呀。 你必须这样子。 这本书《了凡思讯》在日本明治天皇那个时候, 他们推广做国民的教育的教材。 日本所以兴盛,有两个。 两个人对他们有绝对的影响,都是中国人。 第一个,王阳明,知行合一。 第二个,冤了凡的思讯,教育他们下一代。 他们明白英国。 那我们这个书,你看,都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现在,大家也不在乎了。 为什么? 我们老祖先留下来,这个东西都老旧了嘛。 不新的嘛。 要把它旧的多多,都不要,要新的。 不是新旧的问题,是好坏的问题呀。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 开始度经了,这就怎么经过这个痛苦的教训呢? 然后,才值得反省。 我们不要经过那个痛苦的教训, 我们要能够照着古来的那些个大德们。 尤其我们净土中历代祖师,他们的传承都是靠得住的。 那些祖师们都是有正量的呀。 不是随便说的呀。 不是像一般人,凭自己的文章写的好啊。 那个不行啊。 没有正量,说出来的话,靠不住。 都是比量。 假如比错的话,就变成非量了。 所以因此,我们能够根据历代祖师的传承, 大家老老实实做下去。 一定有成就的。 要不然的话, 诸佛,菩萨,历代祖师都变成王语了。 问题就是在我们自己,不是在法上啊。 是在人上啊。 所以我们自己,值得这个道理以后啊。 大家要好好把握时间。 这七天呢,很快就过去了。 今天的第五天呢,也过一半。 这个时间就是刹那刹那不住啊。 念念前流啊。 这个时间就是这样。 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啊。 念念前流啊。 过去了。 过去已经过去。 未来又未来。 中间又不住。 所以生命没有的啊。 完全在我们的念头上啊。 我们假如能把这念头把握住, 你就把握住我们的生命了。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大家好好念佛下午啊。 佛弥陀佛。 我们会看看这个好恨了。 是真是真是真正的。 我们也说这些好恨了。